然后呢,当我决定好好信神的时候呢,那我就开始更深的经历神了,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火热追求,我也很火热很火热的追求,以至于追求非常影响我身边的人,非常影响我身边的人,就像那个火从我脚底下冒到我的头顶上一样,我每一天心里面思想的,早上睁开眼睛,晚上睡觉,我一整天想的都是耶稣,所有梦可能都在想的身体上的话, 天天都读圣经,祷告,除了学习以外,当我决定好好信耶稣的时候,我也决定好好开始学习了,然后我就开始认真的对待上课,我每一天像一个非常遵守纪律的学生,每一天调整自己,认真的去按时的去上课,完成老师留的不止的各样任务和作业,就在第一年来说是不可能的,第一年我同学都找不到我,老师上课的时候,有一天见到我了,不知道我是他们班级的学生, 就是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,我是在大学的时候,我说大学的时候,大学的那个,我的班级的那个专业课老师,专业课老师,他居然不认识我,他不知道我是学这个专业,他问我,你去学同学,你是学哪个专业呢? 就是我完全不出现,就是我的状态非常糟糕,我去上滴八,去蹦滴一下,然后去各种场所,就是不上学,但是我很有原则的,虽然我放纵自己的,就让自己去找感觉,但是我还是很有原则的人, 从小就好像,上帝将一个很听话的心放在我里面,其实我会,我要去放错误,我都是有选择性的犯错误,就是在那样的状态里,但是我,如果没有上帝,我是无药可救的,那时候真的就是问题青年,严重的问题青年,而且是很偏激,很极端的,我心里面有好多极端的想法,就是,比如说,如果一个人得罪了我, 我会对他微笑的,我不会对他伤心,也不会对他生气和愤怒,我那个时候能很好很好地控制我所有的情绪,任何人惹怒我,我都不会生气,而且我会很微笑地对着他,然后我会心里面将这个人从我的记忆的里面抹除,就是,从我记忆的里面把这个人删掉,就是抹除掉,你的意思是说,你没有回转的时候,对, 就是我没有回转的时候,一个人如果伤害我了,我不会选择表面去和他争执,但是我会从我的心灵里面将这个人的名字,连名字,包括他所有的记忆都抹杀掉,是很可怕的,我觉得是很可怕的思想,是很极端的,而且,我不会在乎任何人的感受,我可以随意伤害任何人,在那个时候,就是,我很糟糕状态的里面的时候, 因为人都不在乎我的感受,我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感受,人都可以随意地践踏我的尊严,伤害我,我为什么不可以去伤害别人,我为什么要关心人,没有人在乎我,没有人关心我,所以,我完全,是很,独立的,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天马行空,任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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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做, 但我在别人看来是很乖巧,很,很,很,小的一个,而且我长得也瘦小,然后,在别人看来是,他是一个,就是那样的孩子,但是他们都觉得我很冷酷,很无情,没有任何,情感的人, 就我的同学都这样认为我,所以我在大学寝室的四年里面,我的同学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一样,他们从来都不认识我,虽然我信耶稣以后,当我真的想改变我自己的形象的时候,我就想给他们传福音,我被翻转以后,我第一个想到就是给我寝室的同学传福音,我真的向每一个同学都传了福音, 而且呢,他们虽然没有信,到后来的时候,起初的时候,我真的是做的是反面的见证,因为他们说你信主你怎么这样啊,你的生命怎么是这个样子啊,可是当我毕业的时候,我的同学,他们来参加我的婚礼的时候,他们都说我信的耶稣是真神,虽然他们没有决定要信,他们说有一天,当我们可能会选择信,因为我们以前听到的耶稣都是很不好的印象,但是我们看到你的时候,看到, 看到上帝,你信的这个神是真有神,他们从起初的时候,我每次传福音,他们都是诋毁我的,都是和我辩解的,而且是毁谤我的,但是到后来的时候,我再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,他们从来都不会说我的神不好,他们只会默默的听,不敢说一个不好,因为他们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给震惊了,那那个时候,就会有教会的那个阿姨非常关心我, 在我上学没有钱的时候,我从来不会向任何人提出,说你帮助我,从来不会说,我只会说,有一次,我家里面,我继父打电话说,好了,他很生气的说,那我不会给你拿钱上学了, 因为有一些事情可能让他不高兴了,他就会很生气的说,从今天开始,我不给你拿钱上学了,他只是,其实他是很爱我的,他一直,虽然他脾气不好,但是他从来都一直帮助我了,还是愿意为我付出,但是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,他就会说很伤害人的话,所以他就会打电话告诉我,你自己想办法吗, 我不会让你,不会供你上学了,他电话撂下之后,我说上帝,你从小都,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靠神了,我已经回转了,因为我从大学下半年的时候,就是上过过了一年左右的事情,我就完全抓住耶稣了,我说了我的经历,我那个时候,他给我这样打电话的时候,我就会说, 神啊,你从小都养育我,我像孤儿一样长大,你从来都负担我,我相信现在你仍然可以养育我,我不去,像我,我兜里没有钱的时候,我不会去想怎么办,我知道神会帮助我,就是这样的信心,那个时候的信心,非常的坚定,我要做什么,我兜里,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我不会说,呀,我兜里没有钱,我省一点,不会,因为我知道上帝会帮助我,也确实是神每一次都帮助我,那有人会主动给我送钱,那个阿姨,他邀请我上下去做客, 他会说,那我就有感动,给你拿钱,因为我就被感动想给你拿钱,这个钱就给你拿去,作为零用钱吧,你作为生活费吧,因为他家特别富有,他是一个企业家,自己有公司,自己有自己的企业,这是另外一个阿姨,对,就是我到大学的时候又遇见一个特别热心的,但是他是主内的姊妹的,是信耶稣的,现在我们也关系非常好,他那个时候, 他家是非常富裕的,然后他说,给你拿很多,他给我拿很多的钱,对我说,我就是这样被感动的,你拿去花吧,可以,随便,然后他就给我,我心里面说,我不要的,我说我不需要,他说,这就是上帝感动我的,你拿去花吧,那我就感谢神了,我就领受了,因为我确实一分钱都没有,因为我下个星期吃什么都不知道, 但是神知道,就是这样的经历不是一次,是经常性的,所以从我开始抓住耶稣那一刻起,我就开始觉得,上帝是这么的真实,他关心我所有的需要,关心我生活的每一点一地,我从那个时候去就越来越抓住神,我就开始注意到我的问题了, 当我真正开始信耶稣我就开始留意我生命中,这些年所造成的这些伤害,这些很严重的问题,很严重的问题,我之前是不会留意,我只是想找感觉,我只是想怎么让我的情感复活,怎么让我能够有哭有笑, 可是,当我抓住耶稣的时候,我突然觉得,我像一个很严重的病人,很严重很严重的病人,而且没有人能救我了,只有耶稣能救我,所以我发现我对人的关心都是智慧,都是头脑,没有任何真心的爱,我跟任何人交往,都是智慧,都是思想,没有心灵的交流,我关心哪个人,可能都是因着,我们可能是同学, 我不这样做的话,可能不好,所以我就会关心他,可我一点爱都没有,当我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,我知道我是病人的时候,我就跪下来祷告, 我非常,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等候神,也没有聆听,什么都没有,只是火热的追求神,我说上帝,我什么都不要,我不要将来你赐给我多大的财富,不要你将来怎么怎么祝福我,我只想要爱,我就要这一样东西,我只求你把爱还给我, 因为我感觉我失去了接受爱和付出爱的能力,任何人爱我,我好像已经感觉不到,我也不会去爱人了,我说,我的心需要复活,我说神,我就要这一样东西,请你把爱给我,你是一个充满爱的神,我相信你一定能把爱还给我,我就特切地祷告,从那一天起,我每一天不停地为这一个问题祷告, 我什么都不要,当然我当时就会有很多属灵的恩赐,其实我会说方言,也会翻自己的方言,那我就,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智慧和知识的原因,但我不懂,但是我为别人祷告,我就能知道他的光景,他的学,那那个时候就可以的,那个时候就可以,只是那个时候我不会管理恩赐, 但我不注意那些的,我不关注那些东西,我关注的是我的生命的问题,我就超神要爱,虽然,我那个时候因为已经开始火热追求神了,我也固定的参加教会,固定的聚会,固定的,有服侍了已经,我在大学的时候服侍大学生团契,就大学生的聚会的团契,我有服侍的,有两年的时间都是服侍大学生团契,而且服侍的很有影响力,那我会发动所有教学, 楼里面,每一个大学生的公寓里面,都会,甚至每一个公寓的,每一层楼的,里面都会有祷告小组,然后他们每天晚上都会有祷告,大家的生命都非常坚固,非常火热,就在我服侍的那一段时间,以至于那件事情,我们的学校,整个大学是非常大的,非常大的,我们的学校不是特别大,但是有一万多人, 然后轰动了整个学校,然后影响非常大的,但后来,我就不讲后来,当然非常经历,谁也非常帮助我,我就说,我从那个时刻开始,我就火热的注意到我生病当中所有的问题,我就留意去祷告,求主赐给我爱,我祷告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,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,我觉得我要为一个事情祷告,我不会只祷告一次,我会祷告到他成就为止,或者是神给了我别的答案,让我接受和理解为止,所以我为饶恕,可能饶恕一个人,我为了饶恕一个人,可能有一年的祷告, 因为我做不到,我就一直祷告,直到我真的可以让输他,而且完全的轻轻松松的面对这个人,把我心里所有的过节都拿去,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, 那我也可以为爱一直这样祷告,包括我到现在,我仍然为这个问题一直祷告,那我从开始祷告到现在,至少有七八年了, 我每次可能都会为求主的爱,充满我来祷告,每一次都是我必修课,是我必要祷告的内容,因为我期望,因为我从小受了那么多的伤害, 我有一次在一个特会的里面,那天圣灵的工作非常强,那一次在祷告会的里面,我哭得特别厉害,我说神我就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多爱的一个孩子, 我说将来如果我要服侍神,一定要成为一个爱的亲,一定要成为一个爱的亲,事工大小是你的工作, 服侍的果效多少是你的工作,但是我如果要真的服侍你的话,有一天你要让我服侍你,我必须要成为一个爱的亲民, 在那个时候,因为我从我需要爱一直到现在,包括到现在,我一直都在追求神的爱充满我,我要希望我的服侍是爱的师父, 所以,感谢神,这真的是我的立志,是我的心,这是神也给我的,那么,我知道,一个爱的服侍和没有爱是多么的不同, 因为我特别缺少爱,世界上的人都需要爱的关系,需要的不是理性的关系,需要的是真心,心灵上的那种爱的付出, 你不是真心的,对方是可以用心感受到的,你用头脑的,对方是可以感受到的, 所以,你要是用心的,对方也可以感受到的,所以我很希望我是能够站在爱的里面服侍, 所以从我跪下来那一天,求爱开始,那么我发现,好像主就开始将爱一点一点的给我, 我以前从来不会包容任何人,忍耐任何人, 那个时候我在大学生的感情里面,带一个小姊妹,她刚姓主, 她就和我的年龄是相同的,我也二十,二一二岁,她也二十一二岁, 然后,她很多的时候在我面前,她甚至长得比我还要大一些, 但是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依赖我,起初的时候,她很多的时候, 因为我觉得我有责任照顾她,我服侍她妈妈,我就有责任照顾她, 可是,后来我发现我可以忍耐她很多的任性,我可以包容她很多很多无理的要求, 就比如说,她会说,陪我一起吃饭呢,可是我非常忙, 你陪我一起去逛街啊,或者你陪我做什么事情啊, 或者是,哎呀我这个事情做不好啊,你帮我一下啊,这样, 其实我觉得我们年龄是一样,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, 但是我发现我可以忍耐她了,我觉得我的祷告起了作用了, 我觉得神已经将爱开始恢复在我里面了, 我也可以有,就在我觉得有一天她提出一个特别让我很无理的要求, 就让我挺生气的事情,但是我发现我当时居然把我的怒气咽下去, 而且我和微笑的去关心她,我在那一个时刻的时候, 我感觉我的祷告开始有了功效,我感觉神好像开始将爱给我了, 因为我可以真心的去原谅和包容一个人, 这对以前的我来说是不可能,不可能,绝对不可能, 真的绝对不可能,从那一刻起,我觉得我超神要爱, 好像神开始动工了,而且渐渐的我发现, 我的心里开始能够,我能够主动去关心别人, 这对我来说是挑战,是巨大的, 而且我能够每一天把我带上大学的时候, 我每天早中晚三餐,都会约不同的弟兄姊妹来吃饭, 我要鼓励他们,我要特别有需要软弱的弟兄姊妹, 我会关心他们,所以我特别忙, 我除了,而且我非常认真学习, 那个时候非常认真学习, 我会早晨五点多的时候就起来祷告, 然后吃饭祷告,做好我所有的工作以后, 我从早晨就开始学习,到晚上十点半的时间, 我全天后的学习,我是学语言专业, 学日语专业,我第一年根本没有学习, 我只学会发音,就像只学了五十音图, 我是学日语,只会学拼音而已,什么都不会, 可是我第一年的时间,到大三半年的时间, 我把我们当时专业的最高级的考试就考过去, 而且以一个很高的分数考过去, 所以我非常努力的,在我努力学习的同时, 我也非常认真的服侍弟兄姊妹, 所以上帝翻转我,真的是翻转我,完全翻转我, 其实那还不够,那还不够, 我没有想到后来的时候,上帝在我等候神的这些年里, 能够聚于我,到一个这样的状态, 我要讲一个,讲很多见证的话, 那些见证,每一个都特别美好, 但我会跟女子妹分享几个, 我心灵上的医治, 那我想讲,还是回到我刚才讲孤儿的灵那个地方, 讲爸爸的爱, 那我从小就缺失父亲的爱,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对我有多么严重, 有一天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, 神突然对我说一句话, 说你缺少父亲的权柄, 那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 你要,那我说上帝应该怎么办, 我应该怎么办, 既然你光照我,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, 所以说你要让你的丈夫, 代替你爸爸的角色为你祷告, 其实这个后来的时候, 我知道了这个问题对我的影响是什么, 因为我没有父亲, 我就严重缺少安全感, 我对任何事情没有自信, 会很自卑, 还没有安全感, 然后呢, 更严重的是我, 会很容易把我对父亲的这种意向, 投影在一些我认为很高大的人身上, 尤其是男性, 那我比如说我上初中的时候, 我的班主任是男老师, 但是他非常爱我, 但是不是说他是老师, 他很尊敬他, 他特别优秀, 我就觉得我的爸爸应该是这样子, 我就心里面有倾向, 这样的话呢, 问题是什么呢, 比如说后来的时候我认识一个牧师, 我觉得他的生命特别丰盛, 特别爱神, 他里面充满爱, 我就觉得他也可以是我的爸爸, 你要, 那我说上帝应该怎么办, 我应该怎么办, 既然你光照我, 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, 所以说你要让你的丈夫, 代替你爸爸的角色为你祷告, 其实这个后来的时候, 我知道了这个问题对我的影响是什么, 因为我没有父亲, 我就严重缺少安全感, 我对任何事情没有自信, 会很自卑, 还没有安全感, 然后呢, 更严重的是我, 会很容易把我对父亲的这种意向, 投影在一些我认为很高大的人身上, 尤其是男性, 那我比如说我上初中的时候, 我的班主任是男老师, 但是他非常爱我, 但是不是说他是老师, 他很尊敬他, 他特别优秀, 我就觉得我的爸爸应该是这样子, 我就心里面有倾向, 这样的话呢, 问题是什么呢, 比如说后来的时候我认识一个牧师, 我觉得他, 他生命特别丰盛, 特别爱神, 他里面充满爱, 我就觉得他也可以是我的爸爸, 但是有一天呢, 这个牧师可能, 随着我生命的成长, 他就有一些不理解了, 有一些不理解, 所以他可能, 但是他不会质疑我, 但是他会说一些不够相信我的话, 可能是很轻微的, 但对我的伤害是非常大的, 因为我对他的期望太高了, 我把他当成爸爸一样去看待, 所以这个问题导致我的情感是很容易受这样的影响, 会很容易受有这样权威的人对我的影响, 那这是很有问题的事情, 他就有一些不理解了, 有一些不理解, 所以他可能, 但是他不会质疑我, 但是他会说一些不够相信我的话, 可能是很轻微的, 但对我的伤害是非常大的, 因为我对他的期望太高了, 我把他当成爸爸一样去看待, 所以这个问题导致我的情感是很容易受这样的影响, 会很容易受有这样权威的人对我的影响, 那这是很有问题的事情, 所以那上帝光照我的时候就去祷告了, 那我就把这个事情知道应该怎么做了, 神也光照我了, 有一天晚上孩子睡觉, 我就和我丈夫一起祷告, 我就告诉他, 我说你帮助我做一个祷告, 他说做什么, 我说你要代替父亲的角色, 为我做一个遮盖祷告, 我不知道这样做会是什么, 但是神已经告诉我要去做了, 那我试试去做一下, 我看看会怎么样, 然后我丈夫起先说, 我像爸爸一样疼爱你啊, 关心你啊, 照顾你啊, 我说不是这样的祷告, 我说你要占到父亲的角色, 里面也为我祷告, 然后我的丈夫, 我给他做了一篇示范, 他就为我祷告说, 我现在爸爸的权柄, 为他祷告, 从此以后我要遮盖他, 保护他, 让他不是任何的, 就是外界的伤害, 我要全力的保护他, 然后我要遮盖他, 就当他这样的话出来的时候, 就当他的语言出来的时候, 我就觉得, 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网, 一个很厚重的保护的罩, 一下掉下来了, 像一个保护护罩的衣服一样, 从上面一下掉下来, 很明显感觉到, 是很真实的感受, 就落在我的头上, 是很大的落在我的头上, 然后我那一刻就想抱住我的丈夫, 我就抱着我的丈夫, 当我抱着他那一刻, 我觉得我好像抱着的不是我的丈夫, 我觉得我抱着好像是一个好大的爸爸, 是一个好大好大的爸爸, 我当时就很感动的哭泣, 很感动的哭泣, 因为我觉得, 好像那个时候, 我的灵里的一个破口就被堵住了, 就被堵住了, 从此以后, 我的情感就不会有倾向, 就不会有倾向, 虽然我会很尊敬别人, 但是不会有那样的问题了, 那是那样的话会很容易受人影响, 而且很不健康, 是有问题的, 但是那一天, 那么上帝让我的丈夫代替这个角色, 而且神说, 当你嫁给你丈夫的时候, 他真的就有权柄遮盖和保护你, 你已经脱离了你的父家, 脱离了你的母亲, 所以你已经进入了你丈夫的权柄的范畴当中, 所以他完全可以代替你爸爸的角色为你祷告的, 那我真的去做的时候, 发现真的不一样, 神权柄就下来了, 而且接下来的时候, 我就讲了, 就是我刚才讲的见证, 就是见到天父的爱, 神不单单让我, 丈夫为我祷告, 还要让我领受父亲的爱, 还有一次, 就是, 就为了这一个问题, 我都屡次经历一致, 不是一次, 是好几次的见证, 还有一次, 我也是觉得, 我总是可以被别人伤害, 可我不会, 不会, 不会抵挡, 就是别人伤害我的时候, 一点, 就是, 还击的力量都没有, 就接受那些伤害, 而且我在灵里面常常也经常经常伤害, 我就祷告, 我说神还是什么原因, 神还是说你因为爸爸的问题, 还是因为你缺少爸爸的问题, 就是孤儿的灵, 还是孤儿的灵, 我说神的那个问题, 到底应该怎么解决, 因为我在成长的, 鼠龄的成长的过程当中, 我的恩赐是很明显的, 所以, 起初的时候会被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伤害, 同工很多的伤害, 而且那些伤害是, 那种拒绝不是, 是很惨痛的经历, 比如说他们为, 聚集很多很有权威的领袖在一起, 为我赶鬼祷告, 为你什么祷告, 赶鬼祷告, 他们觉得我是邪灵, 所以, 聚集很多人为我祷告, 然后, 会找一些教会的很有权柄的人, 到我的家里面来查验我, 所以, 那个伤害特别大, 然后, 同工呢, 之间也没有办法, 很信任的沟通, 他们都在考验我, 都在考察我, 那我其实当时很小嘛, 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, 我很信任他们, 因为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, 所以我愿意去和他们分享, 而且, 我不是想触动他们, 我只是想告诉他们, 上帝的美好, 那, 他们没有经历到之后, 就是这样, 所以我祷告的时候, 为什么我在灵力里面, 总是被拒绝到这么严重的长度呢, 我说, 为什么他们伤害我, 连一点还击的能力都没有呢, 主说, 因为你还是孤儿的灵力, 我说, 那我应该怎么办, 可我怎么祷告都没有反应, 我只知道问题, 但我不知道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了, 我就祷告了好久, 感觉都好像没有回音, 上帝那里是没有回音的, 好吧, 我就安静下来, 我不倒了, 我就跪在那里, 我不倒了, 就在那一瞬间, 上帝告诉我说, 你每次祷告你都喊天父, 你每次祷告你都喊天父, 是的, 顶多的时候你喊啊爸父, 今天你试着叫爸爸好不好, 就好像那个声音从我里面出来, 然后, 我的心里面就对着上帝喊了一声, 爸爸, 就是很, 从心里面喊了一声, 我说爸爸, 就当这个词会从我口中出来的时候, 好像一下子, 所有的问题都坍塌了, 就是, 我那些伤害一下子都哭出来了, 其实你知道吗, 哭出来是很棒的一件事情, 就怕哭不出来, 可是, 就从我里面就像垃圾一样, 都飞出去了, 我很轻松, 很轻松, 以前我从来不会喊爸爸的, 我喊天父, 我都觉得很亲密了, 我喊啊爸父什么, 我都觉得好亲密了, 就已经我和神的关系, 我和神的关系, 已经是很亲密很亲密的, 可是那一天神入, 你喊爸爸, 我说上帝你, 后来我想上帝你太奇妙了, 你只用两个字, 就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, 就是那些问题, 你只需要用, 我只需要用两个字, 就处理掉了, 我在那里想, 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, 这些问题是没有解决办法的, 可是上帝很简单的告诉我, 你就喊爸爸, 我喊出爸爸, 我的问题就解决了, 上帝医治我好多的问题, 都用不同的方法, 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不同的方法, 而每一次方法都让我觉得, 他真的是奇妙伟大的神, 他都用很智慧的方式, 所以你看, 只用爸爸两个词, 就把这么严重的问题, 给解决掉了, 我就觉得, 当我喊出爸爸以后, 就好像我心里面, 突然觉得, 我有一个很坚固的后盾, 以后我无论在灵里面, 遇见谁, 我都不怕他, 我无论那个人怎么拒绝我, 都没有关系, 我可以承受, 因为我的爸爸, 我有爸爸可以依靠, 我有爸爸可以靠了, 就是, 灵里面一下子就不一样, 真的不一样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